觀眾朋友你好 歡迎收看 歡迎全世界 帶您走進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董靜喬 兩岸大事 國際焦點深度剖析 打開視野 也敬請YouTube收看的觀眾朋友 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來多多留言互動 參與討論 那馬上介紹這集的三位來賓 第一位是前立委 孫大謙 大家好 第二位時事評論員 王尚志 主任好 官伯大家好 還有第三位是退役的陸軍少將 栗建傑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非常歡迎三位加入我們今天的討論 那第一個話題來看到呢 我們先來看這個 俄乌戰爭的戰場前線 現在反客為主的烏克蘭軍隊 他們近期在庫斯克這個地方的戰況是平傳 解暴 然而在東部戰局的狀況呢 卻不是太樂觀 特別是在頓內慈克這個地區 這邊有一個地方呢 叫做波克羅夫斯克 也是稱作為紅軍村 那個周圍呢 現在他們是壓力山大 而且拜登政府提供的新援助 期望值也不是太樂觀 那美國的外交雜誌就認為呢 華府如今越來越不願意向基輔這邊來提供軍事援助 似乎有一股在隔岸關火的意味喔 想先問大選委員 你認為這個西方勢力 他們現在在考量什麼 是 我想拜登政府現在陷入了一個兩難的局面 就是說因為現在拜登跟川普在國內的選戰已經進行了最後的這個拉鋸戰 那麼彼此的輸贏都在很小的誤差範圍之內 所以當然對拜登政府來說要怎麼樣處理烏克蘭的這個戰勢變成了是一個要考驗他們政治智慧的問題了 那麼如果這個烏克蘭的戰勢現在看起來在美國國內的選舉裡喔 並沒有受到太多民眾的重視 因為現在美國民眾最關心的這個總統大選的議題就是經濟就是通膨 就是移民 邊界大概是這樣的問題 反而像俄乌戰爭也好或者是甚至可能以哈戰爭都比俄乌戰爭的這個關注度要高很多 那他的對手這個川普就是共和黨陣營現在針對烏克蘭戰士的態度跟民主黨顯然不是一樣的 就是川普不只一次的講說只要他當選了他第二天就可以結束這場戰爭了 那麼也就是說如果川普不斷的高舉說停戰 止戰這樣的一個大旗 那麼在這個情況之下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不管是這個你說Harris或者是拜登 他們要持續的加大對烏克蘭戰士的投入嗎 這個會陷入一個美國國內選民的一個辯論問題 因為這很顯然的會有排擠效應嘛 大家知道我投更多的錢去援助烏克蘭 我必然就只能花少一點點的錢在美國國內的基礎建設 那麼你投入的太少 這場戰役沒打贏 這個民主黨又擔心沒打贏了之後自己會灰頭土臉 所以我才說現在就在這樣的一個局面當中進行拉鋸 但是我們當然看到了烏克蘭自己是 是這個沾沾自喜的說他們的這個庫斯克的戰士 可以帶領他們走向勝利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庫斯克的戰士一旦爆發 就代表多增加一個戰場 多增加一個戰場就代表需要更多的軍事援助 那麼美國跟西方的國家現在的軍事援助 就已經是差不多捉襟見熟了 好不容易才擠出來了 因為過去打了兩年 那麼接下來再開闢一個戰場 美國到底是還要再持續的加碼做更多的軍事援助嗎 那這對於拜登跟民主黨接下來的總統大選 究竟能不能得到好處呢 我覺得這是現在拜登政府在猶豫的地方 我們剛剛有提到烏克蘭開了這麼多戰場 其實在兵員上還有在裝備武器上 絕對都是捉襟見守的狀況 他們現在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他們持續呼籲海灣的國民啊 快點回來保家衛國吧 因為人真的不夠用了 按照哲文斯基的說法 這個出逃烏克蘭人呢 已經高達750萬了 跟聯合國難民署的統計數據比一比呢 差不多是半年這個時間又逃了100萬人 那烏克蘭這個難題有解放嗎 我覺得很難啊 就是說因為其實坦白講啊 如果這個100年後的歷史回過頭來看的話 這個折倫斯基絕對不會是英雄 折倫斯基絕對是烏克蘭歷史的罪人 因為折倫斯基錯誤的決定 因為折倫斯基決定要當美國的馬前卒 最後讓烏克蘭打掉了多少壯丁啊 那是整整烏克蘭一代的這個年輕男子 通通都在戰場上犧牲掉了 那你更不要講外逃掉的人 逃到了歐洲逃到了其他的地方 好不容易安身落地了之後 他們還會回來嗎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烏克蘭這場戰役 不要說打不打得贏 假設假設真的老天保佑打贏了 烏克蘭的重建恐怕也不是三五十年 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對烏克蘭的這些國民來說 他們早就已經厭煩這兩年的戰爭了 而且大家想想這兩年的戰爭 打得真是個莫名其妙 如果你是個烏克蘭人 你不覺得很莫名其妙嗎 我們沒事去加入什麼北約呢 不加入北約不就沒事了嗎 為了一個加入北約 而且最後還沒加入北約 就被打成這個樣子了 那打成了這個樣子還不停戰 還要繼續再打 那到底有多少人 你說還願意去為 澤倫斯基這樣一個莫名其妙的想法 去拋頭顱灑熱血呢 所以現在澤倫斯基現在的狀況 大概就是面對到這種 這個尷尬的局面嘛 那你更不要提到我剛才說到的 你在庫斯克州開闢了另外一個戰場耶 你像開闢一個戰場 你就需要更多的兵源 那兵去哪裡了 從哪裡去找兵 所以澤倫斯基自己以為很聰明 我開闢了一個新的戰場 可是殊不知 如果今天普丁沒有中你微味救账的計 他就把你晾在那裡 那你這支孤軍深入之後 你還要補充多少兵源啊 隨著你的戰你的土地越來越大 你要補充的兵源更多 這些兵從哪裡來 你要從烏冬抽掉嗎 如果從烏冬抽掉了 就像剛才主持人所提到的 那你這個紅軍村守不守得住呢 所以其實現在 我認為現在這個局面 變成是澤倫斯基原本興高才烈 現在已經齊湖南下了 我也很好奇他接下來要怎麼選擇 好 如果按照紐約時報的說法呢 他們指出現在兩軍 在這個庫斯克地區的纏鬥呢 俄羅斯這邊至少需要有5萬的裝備 還有補給充分的精銳知識 他們才有可能把烏军趕走領土 但雙方現在共同面對的難題 剛才也提到 不只是烏克蘭這邊有人手短缺的狀況 俄羅斯也一樣啊 而且接下來雨季就要來了 那戰場勢必會有許多的變化跟影響 這部分想跟李將軍來請教 我請這個導播給我看一下這個地圖 我們看板上面這個地圖 這種戰爭在野戰戰略上面就很明顯的 俄羅斯打的叫外線作戰 烏克蘭打的叫內線作戰 然後內線作戰 就是拿破崙最常慣用的戰法 現在來講 決戰地點來講的話 當然烏軍來講 他希望說是在庫斯克這邊 能夠獲得一場戰爭 然後在盾內刺客這邊 所以他抽掉兵力 那這種戰爭要怎麼打呢 我特別要說明 打仗沒有說是以寡擊中的 打仗你要獲得勝利 在決戰點 就是打仗那個點上面 一定是用以重擊掛 絕對優勢的兵力去打敵人 絕對劣勢的兵力 那你怎麼樣集中優勢兵力呢 所以說是烏克蘭來講的話 他涉爾斯基 他就抽掉了盾內刺客這邊的軍隊 精銳部隊 而且抽掉的都是美式的裝備 我們看到的都是什麼 都是裝甲車 戰車這些 機動的車輛 然後車到庫斯克這邊 他希望在庫斯克這邊 打完一場戰役以後 能夠獲得一場戰勝 不管在國際上面能夠獲得宣傳 也確實能夠對俄羅斯 造成一定的傷害之後 然後他再將這些兵力 轉用下來再回到盾內刺客 好 這是庫斯克 他的這種 涉爾斯基的想法 那盾內刺客的話 他要怎麼打呢 我覺得他是會採取 逐次抵抗的方式 就是我用空間換取時間 因為我兵力不足嘛 我就不要固定 一定要死守在這邊 我就用逐次抵抗 那最後的一個確保線 就是你剛剛所提的紅軍村 就是關鍵地點 你必須在你退到紅軍村之前 你在庫斯克這邊 能夠獲得一場勝仗 我想這個是雙方來講很明顯的 雙方的一個戰略構想 講的現在 以局勢發展到現在很明顯的 但是現在烏克蘭很明顯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在庫斯克這邊 他沒有辦法獲得一場決定性 而且很快的速戰速決獲得一場勝利 所以他兵力這時候抽掉不出來 那從幾點的事情我們看得出來 第一個就是說 現在來講根據外電的報導 他所佔領的面積有1240平方公里 將近4.6個台北市那麼大 可是它的寬度是60公里 就你除一下 你會發現 它的眾生只攻進去30公里左右 30-10公里 30-10公里是代表什麼含義呢 是代表俄羅斯用炮就可以打得到你 我火炮的射程只有30-10公里 就可以打到你後面的補給設施 運補設施 如果你沒有辦法繼續往前面推進來講的話 你的後勤設施是在人家的火炮射程範圍之內 我不需要用到飛機 我不需要用到火箭 我也不需要用到飛彈 我用一般的那種大炮 我就可以打到你後勤設施 所以這個時候他的大軍就陷在這邊 好 那現在來講 盾內刺客他又沒辦法說是逐次抵抗 在這個庫斯克獲得決定性勝利之前 然後守住紅軍身 所以我覺得接著下來來講 烏克蘭會陷入一場就是很艱難的一種戰鬥 接下來我特別要講 庫斯克跟盾內刺客對物軍來講有很大的差別 一個是入人之地 我們孫子兵法講的 入人之地而不深的叫淺地 九地篇裡面講 淺地他現在很明顯叫淺地 你入人之地你不深 不深來講入人之地有一個特色是什麼 就是你沒有辦法構築防禦攻勢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實施防禦作戰 你的攻勢來不及 你自己頂多就是挖個產民坑 頂多挖個戰壕 但是跟盾內刺客的戰役是完全不一樣的 盾內刺客這叫什麼 這叫閃地 就諸侯自戰其地為之閃地 自戰其地是無戰 為什麼因為我有很多的兼顧攻勢 我已經建築在這邊 我們之前看到的 不管是亞素鋼鐵場 或者是巴赫姆特這邊 為什麼這個二軍攻擊會這麼辛苦 打那麼久才打得下來 因為他在這個地方已經是兼顧陣地了 但是庫斯克你是入人之地去作戰 那你就沒有兼顧攻勢 所以這種狀況之下 如果冬季來臨之前 烏克蘭沒有辦法在庫斯克獲得一場決定性的戰爭勝利 然後立刻轉用兵力 但是相對的如果俄羅斯在這個時候 他很快可以攻打紅軍村 聽說目前距離只剩下8公里左右 那紅軍村因為為什麼很重要 因為它是五條道路跟一條道路 你不管是兵力轉用或後勤補給 你都必須要經過紅軍村 當紅軍村被攻陷的時候 那這個戰場形勢立刻轉變 為什麼就變成二軍可以利用這個紅軍村 來做它的補給戰 它不管是向北邊攻擊哈爾科夫 或向它的西北邊攻擊你的基輔 那你都會受到很大的威脅 所以為什麼大家把紅軍村當作雙方戰役 很可能的一個轉捩點就在這個原因 那目前只剩下8公里 我覺得說是烏克蘭來講的話 現在最尷尬的一件事情 就算你想撤回來 你也撤不回來 為什麼 因為攻擊作戰很容易打 但是撤退作戰是所有戰爭裡面 最難打的仗叫做撤退作戰 你可能如果說你沒有掩護部隊的話 你可能會不會一路就追到基輔去了 這是我對雙方來講 目前戰局就戰場上的一個形勢 做以上的分析 是 我們謝義將軍真的是很專業 而且從這個孫子兵法 然後這很多心理層面的角度來跟我們分析 現在雙方在庫斯克還有對內茨克的一些僵局 好 不過其實兩邊還有一個選擇 就是彈劾嘛 這個也講了很久 那接下來很重要的一關就是在全球南方國家承辦的這個第二場和平峰會 他們上一次把俄羅斯給排除在外 就少了這個主角之音 那還要談什麼呢 所以哲倫斯基這一次直接表明 他希望莫斯科當局可以來參與第二場的這個會談 不過克里姆林這邊呢 卻不是給面子 潑了一個冷水 說我們根本還沒有達到這個和談的先決條件 所以其實也沒什麼好談的 至於美國這邊 川普除了正準備要跟賀吉利來進行這個辯論之外 他還說美國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 如此接近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裡面就有些意味了 而且就是他們要及時降溫 就千萬不可以讓核武大國都被捲入到這個戰爭裡面 就變成情勢會繼續的失控下去 這是不是川普跟普丁在這個方面呢 有達成一定的默契 我們先講川普喔 川普確實最近在談這個烏克蘭戰爭啊 延伸到我剛剛講第三次世界大戰的 這個頻率變高了 那我覺得主要還是因為最近賀錦麗的這個聲勢大漲 那麼各方面來講其實對於川普 尤其個人有一些他的壓迫他老啊等等的這些 所以我覺得現在川普還是有個策略 就是說他開始放大在烏克蘭戰爭這個影響性 因為美國已經民間調查 對於烏克蘭戰爭的部分的支持度是低的 特別包括軍員啊這麼多 那麼所以要把這個負面的連結 再連結回拜登 再連結賀錦麗 你看到其實最近這個趨勢多了 否則過去川普大概提到烏克蘭戰爭很不屑 講了兩句 比較多是他的副手范絲在詮釋 所以看起來還是一個政治的這個選舉的部分的策略 當然都知道川普其實還是作為一個關鍵者 但是他的世界觀不一樣的 他站在美國利益的這種絕對角度 甚至瞧不起其他國家不跟其他國家的合作 所以對於烏克蘭戰爭乃至對澤倫斯基的個人的部分狀況 跟拜登可以說是一個天一個地 那個部分的價值的差異 所以同時來看普丁 我想普丁其實是這樣子 從他2020年2月開始發動戰爭開始 其實大家都很納悶 你怎麼不一舉攻下基辅 你不是有KGB把整人士基整一下 那麼談到部分是烏東的民族問題 你也沒有最大的戰力 而且看起來好像有一些東西被制裁之後呢 也頻頻換將 那麼人事的改變 感覺起來並不是好像是真的要在這短時間之內 所以要把這場戰爭結束 所以大家對普丁的究竟真實的狀態的如何 那麼雖然最近一直提到有關於核武方面 無論普丁先前個人或現在透過外交部長拉夫羅夫 最近又在剛剛在放話 而且還特別暗示了說 如果第三次大戰不會只在歐洲 意思是就直指美國 所以這裡頭其實剛好 川普的部分來對應回一點 有點像確實剛剛主任所提到 兩邊像唱三歌一樣 你唱我和 但我認為最主要的一個真正的關鍵 我認為川普跟普丁過去未來看起來關係這麼好 可是終究大家私下對各自國家利益的盤算是不同的 唯獨有一個共同的一樣 就是他終究他們不願意跟隨著 澤倫斯基的這個節奏跟這個訴求來起舞 澤倫斯基一直希望能夠主導輿論 特別是大家關注到中東戰爭 而慢慢忽略武漢戰爭了 可是這一點來說 我覺得川普跟普丁不是真的 強人是他們骨子裡都看不起澤倫斯基嗎 還是對於這場戰爭當中 終究骨子裡頭還是不屑一顧 所以兩方的這個部分至少在價值上 在恐嚇美國或恐嚇大家 對於第三世界大戰的這種擔憂跟疑慮 那麼而不見得快速的推進和談 目前看來這個態度是一致的 當今這個全球政壇女力之一的代表 薛恩鮑姆他贏得了墨西哥大選 也成為墨國史上第一位的女總統 不過現任的總統羅培茲歐布拉多 他10月才要進行這個權力的移交 我們常說代退的弟兄就是開無敵 這個利將軍一定很了解 那他也不裝了直接來罵美國 這長期在美洲時是干預主義 這資助墨西哥的一個非政府組織 就是來豢揚反對派的陣營 那都說美貌關係呢 這個鄰居但是相愛相殺了200年 那是否會展開新一輪的外交戰 張軍你這邊的看法 其實墨西哥有個名言 就是我們離上帝太遠了 離美國太近了 就是講這件事情 你要知道其實這個 墨西哥的總統講這個話 其實代表就是說美國一直對 對中南美洲他一直伸手干預 常被管轄 甚至於牽涉人家的這種內政跟司法 這次墨西哥來講的話 主要是司法來講 美國來講 發了一個不當的言論 因為司法是人家國家的法律 那你美國的大使 你憑什麼去評論人家司法 要怎麼改革 怎麼一個做法 你不能說人家司法改革是不民主的 你用你的標準來衡量人家墨西哥 這是美國經常犯的這種錯誤 可是我特別要強調的 美國這時候為什麼要講這種話 其實他就是要培養他自己的勢力 現在來講我覺得對墨西哥影響最大 倒不見得說是這個大使講這個話 而是美國在墨西哥也培養反對的勢力 其實美國在各個地方培養他反對的勢力 不是只有墨西哥 當然是墨西哥離他最近他培養最兇 包括中南美洲各個國家他都在培養反對勢力 我特別另外再舉一個國家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就最近緬甸又開始亂起來 緬甸為什麼亂起來 因為美國在克欽邦 克欽邦是親美的 所以他開始在克欽邦那邊也在那邊搞事 所以說這個中國大陸南部戰區 這時候也開始動員起來了 所以另外來講的話 不只是墨西哥和中南美洲 除了今天早上有一個最新的消息 洪盧拉斯也開始拒絕跟美國停止引渡的條款 為什麼 因為美國也對洪盧拉斯實施這種內政的干涉 所以我們看出來 美國根本就是把中南美洲 當作他國家的一個後院來看管 那不管裡面的資源或幹什麼的 那他用什麼方式來處理這個事情 我想任何國家都沒辦法接受 他是利用培養他的敵對的勢力 就是兩邊 我一直讓你在這邊吵架打架 你這邊的勢力起來了 你左派起來了 我就培養你右派 你右派勢力起來了 我就培養你左派 所以我們經常看到中南美洲 一直到現在 不管是墨西哥、委內瑞拉 或者是巴西、阿根廷 我們經常看到這些國家 都經常在政變 那為什麼這些人有能力政變呢 當然他們民風有關 但是我第二個 我認為就是美國來講的話 這個給予這個敵對的勢力來講 一直給他不停的支柱 你要知道當一個國家來講 有兩個敵對勢力來講的話 那美國剛好是見縫插針 可以從中獲取利益 那這些事情不只是在中南美洲 我剛剛講的除了緬甸之外 其實我們看到烏克蘭也未嘗 不是如此 尤其是說中東地區 我們看到很多地方 包括到敘利亞或這些國家 都有美軍的影子在 也有美國的CIA的影子在其中 對 所以我覺得美國他為了 能夠當全世界的霸主 他不惜在全世界培養 各個政府的反對勢力 讓全世界變成這種混亂的場面 所以這次來講 我覺得墨西哥這個總統來講 他願意在他卸任之後 把這個大白話講出來 其實是警告全世界所有民主國家 都必須當作一個謹慎處理的態度 是 確實 美國常常對其他國家的內政 去做出一些想法 展現他們大國 我說了算這樣的自負 不過這次對墨西哥的司法改革批評 就剛好被羅培茲、歐布拉多 可以借題發揮了 就暫停了跟美國 甚至是連他的兄弟之邦 加拿大也一起拉下水 停止了他們這個 駐墨西哥大使的關係 暫時來進行凍結 不過他們說呢 這個凍結關係是針對 美加兩國 是針對使館的 不是針對美加兩國 那我們怎麼看墨西哥的這一手 因為出一些小動作 但是又不跟你真的翻臉 就保持在一個很微妙的尺度跟平衡上 我以為你覺得 其實我接著剛才立將軍的評論 立將軍講得非常正確 就是在歷史上 大家仔細看一下 這些第三世界發展中的國家 哪一個國家 是因為當了美國的小弟而富起來的 哪一個國家是因為 當了美國的小弟之後 一下就可以躍升成為 G7、G8這樣的國家的 從來沒有 這些第三世界國家 這些開發中國家 發展中國家 當美國小弟的代價是什麼 就是讓美國 不斷地與取與求地 得到他們的天然資源 讓美國壯大 讓美國富裕 然後呢 美國又在他們的國內 培養了敵對勢力 互相牽制 然後美國不斷地 對他的內政指手畫腳 所以當A政府不聽話 他就讓在野勢力 B政府上台 不管是用選舉上台 還是用政變上台 美國在全世界 玩的都是同樣的把戲 他除了沒有對什麼日本 加拿大這些 比較先進開發國家 玩這種把戲之外 他哪個國家 不是玩這種把戲 台灣難道沒有嗎 美國政府 在過去這幾屆 台灣的總統大選 你們沒有把手伸進來嗎 我們服選了這麼多屆 我們怎麼會不知道 你們有沒有把手伸進來呢 如果你們手都沒有伸進來 那為什麼台灣的總統候選人 每一個都要到美國去接受考驗呢 這不就是最明顯的道理嗎 所以今天對墨西哥的總統來說 反正他也沒有要選 對 那在沒有要選之前 這個之後總可以講句真話的吧 那而且我更相信這個墨西哥 對美國的容忍已經到了極限了 不只是墨西哥 為什麼中南美洲的國家 現在全部都會 這個由溫和左派當選 為什麼這些溫和左派當選之後 一個一個都選擇跟美國告別 因為他們受夠了美國 他們就在美國的後院 美國把這些地方 視為自己的這個領土 他把他們當作殖民地來做操作 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覺得墨西哥的這個總統 當然就藉著司法改革這個點喔 然後引爆了他長期來的不滿 那當然你說墨西哥 基於跟美國之間的貿易關係 他不會完全扯破這個臉 他不會 但是他今天講出這樣的話 他其實是給美國提個醒 給美國一個警訊 告訴美國不要再這樣玩墨西哥了 因為不要忘記 新當選的總統 也是現任總統執政黨的候選人 所以也就是說 現在的執政黨會繼續執政下去 那美國究竟要怎麼處理美墨關係 那就要看美國 能不能夠改變一下他們長期來 把這些國家都當成是 這種第三世界的不入流的國家 可以任他們與取與求的國家了 是 好 跟美國這邊鬧的不是很開心 而墨西哥呢 他們也是樂於擁抱新的機遇 香港的南華早報就發布了 墨西哥駐華大使施雅德 他的專訪報導 他表示呢 美國只希望我們跟他合作 但我們很清楚自己不想這麼幹 相反的我們正熱切致力來吸引來自中國的夥伴和投資 顯示了美國跟墨西哥 雖然是墨西哥最大的貿易夥伴 但是墨方呢 反對美國對周末貿易這邊 又要這個指手畫腳指指點點來發號實力 那施雅德的這番話 對中國大陸的喊話說的是很動聽 但他們是真心把中方當作這個政治跟經濟層面的好朋友嗎 還是說呢 與中交好 也是用來牽制美國的套路之一 其實這些年其實是這樣子 對於墨西哥的投資 前五大國家竟然沒有中國 但是呢 中國大陸的這個增長率最高 到去年來到了20% 我是指增長率 那去年前三季的這個 329億對墨西哥的投資當中呢 大概你也可以知道 其實大概中國的增長率是最高 增長率最高 但是竟然不是像我們想像很多國家 像墨西哥這樣一個相撥撥 對於進入美國市場是非常關鍵的 感覺起來中國大陸的部分 並沒有那麼強力的投入 我想原因為什麼呢 其實還是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 我認為也是為什麼 施雅德要在北京喊話的原因 因為是這樣子 中國大陸的民間企業到墨西哥投資 這20年來其實非常普遍 作為民企來說非常非常普遍 特別是原先民企當中 要透過墨西哥更便宜的人力 大概比上美國只有八分之一的公司 而且墨西哥人 他的這個又年輕 他們的工作狀況是一些力很強的 可能比很多其他的國家 印度要好很多 所以中國大陸民企都一直很願意來 所以這些年來 我想這累積從過去一些很零星的這些貿易 到後來我們看到您的時代 包括像電動車產業 整個都過來 那麼都是民企 但是你可別注意到中國大陸國企 對墨西哥的投資還是比較謹慎的 毫無疑問其實主要還是對墨西哥 因為對於美國跟加拿大 北美地區作為策繪國 他們那個捆綁是 無論政治經濟各方面是非常深的 如果從前面所講的 對於自己墨西哥的內政 還可以說三道四 其實美國跟加拿大對墨西哥 都看起來像小弟很傲慢的 所以其實中國大陸在評估 是不是要大的產業去墨西哥投資這一點 國企或國家政策一直都是保持 比較高的謹慎程度 當然我們都知道最近 因為這個車企 特別電動車希望進入美國市場 所以大舉的在那邊投資 包括其實特斯拉最近也宣布 前陣子也宣布說 他們也要去墨西哥投資 所以墨西哥其實投資跟製造環境 真的是很好 但是真的很害怕 如果你一旦有重投資在那裡 美國只要輕易對於特惠國關稅 我舉個例來說 過去汽車是沒有限制的 進出口 墨西哥出口到美國 現在就是說只能260萬輛 所以大家搶半天 所有部分在墨西哥生產的汽車 所以這個部分來講 看起來中國還是有所保留 不過我們看到最近南方航空 已經有直飛墨西哥 剛剛開通 從這個地方就可以知道說 中末的部分的經貿需求 每天有航班 這點直飛是很不容易的 確實也是中末的經貿的緊密度 正在加強中 好 觀眾朋友也歡迎你留言告訴我們 怎麼看中國跟墨西哥之後 關係未來的發展 還有你樂見的方向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我們要繼續先入探討 夏天很多人都愛去旅遊的泰國 現在有年輕的新任總理貝東丹 他上台後呢 泰國的政治還有外交 會吹起什麼樣的新風向 再回到歡迎全世界的節目現場 我們來看喔 泰國政府近期的人事震動 在野勢力呢 指控法官發動了司法政變 而賽塔呢 就是他們的前任總理 在8月14日被泰國憲法法院 裁定了違反道德規範及憲法 總理職務呢即日解除 這位房地產大亨去年才上任 這個執政政起都還未滿一年 就匆匆被趕下台了 而接任的新總理呢 非常的年輕 這位女士貝東丹 她今年才高滿38歲而已 而且是出生名門之後 同樣是來自清納瓦家族 這個家族算上貝東丹的話 已經出過三位的總理了 而且他們的對華政策呢 一直以來都滿務實的 那明年2025年 就是中泰建交50週年了 雖然現在總理換人做了 但是中泰一家親的這個大方向 應該不會改變吧 大星文你怎麼看 是這個貝東丹 她其實就是塔克辛的女兒嘛 就是塔克辛家族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清納瓦家族 在過去除了塔克辛之外 然後接下來 有好幾位都是接下總理的位置 包含她的妹妹贏拉 包含她的妹夫 到現在的這個貝東丹 其實這個塔克辛 她的這個清納瓦家族 她是有這個華人血統的 她大概三四代以前 是來自於廣東的 那麼到了這個泰國之後 就投入了這個經商 然後開始從政了 那我要講的是說 其實泰國真正操控政局的 不是總理 泰國真正操控政局的是 國王跟軍方 所以呢他們可以任意把他們看不順眼的人 就透過什麼憲法法庭 然後就把它解質掉了 這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那它就發生在泰國 因為泰國就是一個以太皇為尊的一個 這個環境之下 那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說這個貝東丹 接任總理之後 會不會改變這個長期以來的中泰關係 我認為可能性不太大 那麼理由大概有幾個 理由當然第一個 基於地緣政治 泰國沒必要跟中國交惡 泰國就要跟中國彼此臨得這麼近 你看哪一個國家會傻到說 要去跟自己的鄰居 而且還是個很大的鄰居去交惡 這沒有任何的必要 簽證互會又那麼大 對 然後第二 你還別提到說彼此的交流 彼此的貿易的往來 那麼中國大陸還有一帶一路的相關政策 這對泰國來說 都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在這個時刻沒有什麼必要 跟中國大陸分道揚鑣 那第三我剛才提到了 就是說泰國的政治 長期來是被軍政府把持的 各位知道 軍政府對美國政府一向沒什麼好感 雖然美國為了要拉攏 很多我剛才講的開發中國家 第三世界國家 那它也跟這些軍政府的 這些軍頭打交道 可是這些軍政府的這些軍頭 不是沒有看過 其他那些國家軍頭的下場 當美國的餘意豐滿了 美國就會在這些國家內 培養民主勢力 開始發動政變了 開始發動民主運動了 所以從這個阿拉伯 當時阿拉伯半島的 這個相關的民主運動 大家看到到今天為止 有多少國家都是如此 所以其實對這些軍政府 所掌控的這些專制政府的國家 特別像泰國現在這樣的一個狀況 它根本不可能去擁抱美國的 因為擁抱美國最終彼此之間 還是會互相對峙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當然中國大陸對他們來說 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那麼更不要提到說 事實上泰國長久以來 跟美國之間的互動 就不是這麼的密切 如果美國可以跟泰國 有這麼好的密切的關係 它就不用去拉攏越南了 但是當美國現在頻頻的 在做這些相關的動作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泰國在面對美國 拉攏的過程當中 相對來說都還是比較謹慎跟小心的 所以基於這些考量之下 我並不認為 這個泰國這個新任的總理 貝東丹上任之後 中泰關係會有任何什麼大規模的改變 反而我相信 貝東丹是一個年輕的 那麼有經商經驗的 那麼他有一些貿易頭腦 他對這個國家未來的規劃 也有一些願景 所以他上任之後 當然極有可能會考量 跟中國大陸不但維持現有的關係 甚至發展更高層級的關係 藉由中國大陸來改善 目前為止泰國的這個貿易跟經濟狀況 好 最近還有一個動作值得留意 是泰國空軍他們近期宣布 要採購瑞典製造的英師戰機 來取代現有的F16A F16B等老舊的編制 那這一次先買四架這個英師戰機 預計在2028年交付 那泰國當局的計劃 最終是希望採購到12到14架這個編制 那麼想請教立將軍了 這架戰機是屬於輕型戰機的戰力 它的CP值如何 還有就是在美中關係緊張之際 向瑞典來採購軍武 是為了盡量想避免得罪任何一方的一個中庸之道嗎 我覺得倒不是 因為一個國家採購這種軍武 尤其是飛機來講 他考慮了當然說兩國之間的這種邦交的關係 是不是可以長期的永固 因為我不是光買這架飛機 我後續來講後勤保養還有武器系統 然後甚至於在以後來講有沒有機會更新 你都必須要考慮進去 最常你要經過四五十年以上的這種使用的考量 都可以保證它無餘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特別要講 泰國這個國家它有一個很特殊的 就是東南半島這些國家來講的話 在之前都被這個英美這些西方殖民 都被殖民過 只有一個國家沒有被殖民 就是泰國沒有被殖民 我們知道法國是 越南是法國的殖民地 那泰國來講從來沒有被殖民過 所以說它有它自己國家的一個 自主的一個決定 那我們就講說瑞斯的這種英斯 瑞典的英斯戰鬥機 我個人是研判 事實上它的7V值確實是非常高的 因為它可以說是現在來講的話 是最好的第四代的戰機 在巴西採購戰機的時候 它也擊敗過美國的F-18戰機 巴西也採購這一款英斯戰機 所以它是非常好的一個中型的戰鬥機 那我覺得泰國會做這個考量來講的話 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泰國現在使用的飛機是 美制的F-16戰機 雖然說它是AB型的屬於比較老舊 但是它因為是同一個系統 都是歐美的系統 所以它銜接上比較沒有問題 然後F-16本身所掛載的這些武器來講的話 它也可以掛載在英斯上面 譬如說是美軍的空對空飛彈 AIM這種飛彈來講 它就可以掛在這邊 如果它採購中國的殲-10C來講的話 它就必須要採購中國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PD-15 或PD-17這種導彈 所以它對它來講成本是會比較低的 因此我覺得這次來講的話 我們不需要說把它當作一個 這個跟誰比較好或跟誰比較不好 那純粹就是它國家後續保養的問題 它可以長期來講 它既有的維護設計廠房 或者是說它既有的武器系統 都可以掛載在這個英斯飛彈上面 那我要特別說明 這次來講的話 瑞典賣給它的也很有誠意 它賣給它是E跟F級的 那原來它就是ABCD 這個再來就是最新款的E跟F 可以說是賣給它是最新款最新式的戰機 不管電站系統或各方面 所以我覺得泰國的這次採購的考量來講 應該是基於國家軍事需求的考量 好 確實CP值高的選就沒錯了 好 我們再來看到這個氣候變遷全種暖化 是現在全世界全人類要一起面對的危機跟供應 並且海平面的快速上升所帶來的衝擊 對一些城市的影響有快有慢 而環保組織綠色和平他們市井指出 泰國最繁榮的首都曼谷可能再過個七八年的時間 他們城市就會有八成以上的面積被海水淹沒了 那遷都當然是一項選擇 那除此之外 他們還可以參考哪一些成功的前車之鑑呢 哇 曼谷所在位置 如果去過曼谷很多人 台灣這邊有觀光客 都知道它是在整個新羅湾口 在整個泰國有許多主要的河川 到最後出海的這個地方的衝擊扇 所以它其實有很多地方是低於海平面的 再加上曼谷這邊很多人抽地下水 所以使得這個下沉的問題其實 擴大了這個一旦這個氣候變遷 海平面上升的時候 那麼曼谷就會淹水的可能性 那不然這個可能性並不是我眼所聽 不只是這個河邊組織 包括泰國自己本身的這個環境變遷的 這個政府官員的部門 也表達這樣子的建議跟憂慮 但是遷都何其艱難 因為這個那麼多房地產 那麼多人住在這裡 你遷都之後不是表示裡面 這個一千多萬人 曼谷一千多萬人 你就跟著走 很多人還在這邊繼續的生活 而且那些當在地原來房地產 那麼多商業 當中既得利益者 怎麼可能會放棄 所以其實大家就在看一個地方 其實就是印尼的雅加達 我過去2006年 在雅加達工作過三年的時間 我對雅達非常非常熟悉 那個地方其實同樣的跟爛鬼的狀況很像 就是南邊很有山丘 可對北邊傾斜 所以那個地方只要下雨必然淹水 那麼海潮上漲的部分 也其實那時候就有點淹沒十多年前 更不要說現在其實也是預估 但是印尼的差別就是說 這十多年二十多年來都在討論遷都 在2019年終於正式決定遷都 而且遷都很驚人 雅加達是在爪哇島 它是遷都整個 移到另外一個東加里曼丹 移到另外一個島 重建一個首都 工程啊各方面 但我要講的部分是 其實印尼 基本上過去有很多的地方的 這種所謂造震 所以我過去工作的地方雅加達 同時在附近的一個叫卡拉瓦奇 大概開車塞車要三個小時 實際開車三十分鐘 但是這個地方就全新的造震 所以我說印尼在重新 從一個重古道的地方 打造一個城鎮 來去一個首都的機會是有的 而且現在已經造了五年了 所以看起來部分在面對 所謂的這個氣候變遷當中 首都陰沒 目前全世界看起來 大概就只有印尼 雅加達是認真的 在做這麼回事 我覺得曼谷在面對自己 原有的經濟利益跟土地利益 你要真的遷都這個大的決定 還要研發 還要研討產業部分的調查 它不是很簡單的事情 好 觀眾朋友也歡迎你留言告訴我們 覺得很好玩的曼谷 這個遷都的困難度 您覺得怎麼樣 是有機會成功嗎 還是大家也只是聽聽而已 等實際上海水淹上來了 再來想 那待會回來呢 我們來繼續跟三位專家來請教 現在動作頻頻的印度海軍 他們如今的真實狀況 實力如何 還有他們對於印度洋在打什麼算盤 好 再來回到節目的現場 我們來看根據印度時報 在8月27號的報導指出了 印度海軍的孟邁號呢 飛彈驅逐艦抵達並停靠在科倫波港 這是斯里蘭卡最重要的港口 也是南亞的中轉樞紐 而無獨有中國大陸這邊 也有綜合的登陸艦及飛彈驅逐艦 合肥號等單位呢 在同日的上午 也是用所謂的技術停靠在斯里蘭卡 而印度曾經就提出抗議 他們不滿斯里蘭卡允許中國的軍艦 或可考船隻在那邊做停靠 不過斯里蘭卡的國防部發言人就回應了 他說呢 這裡經常有包括了印度、中國、日本、澳洲等國類似的船隻來此停靠 這都是很正常的情況 但印度媒體呢 他們現在就是要渲染成中國軍艦 在停靠周邊地區掀起的波蘭 怎麼看印度媒體現在在帶這個風向 就是要炒作所謂的博弈印度洋這個大議題 其實印度跟中國大陸之間 過去長久以來本來就存在的一些邊界的零星衝突 因為他們北邊跟中國大陸的這個邊界的這個接壤非常長的一段距離 所以印度跟中國大陸因為這些零星的衝突 那麼當然過去就存在的一些很矛盾的情節 你說真的彼此真的打起一場大戰 印度也沒這個膽子也沒這個能力 但是呢你說叫印度完全吞下來這口氣呢 印度顯然又吞不下來 那好不容易最近看到的這個美中爭霸了 印度可以認為可以在美中爭霸當中得到一些好處 那麼也很顯然的因為美中爭霸 美國現在正在全面地圍堵中國 所以他強力的在拉攏印度 那麼印度在美國的拉攏之下就開始有點飄飄然 所以你可以看到莫迪在這段時間的表現 他簡直就把他當作是一個什麼世界幾大國家的這個領袖一樣 頻頻在國際社會國際舞台上出現跟發言 那麼但是不要忘了 印度今天之所以會讓他飄飄然 背後不過就是因為有美國 那麼如果今天沒有美國的支撐印度什麼都不是 那麼但是因為美國這個印度想借著美國 在這一次跟中國大陸爭霸的過程當中 不但在地緣政治上的拉攏 同時美國現在在推所謂的有岸外包 所以很多的這個工廠都紛紛牽出中國大陸 然後製造業牽往印度 印度也在這一波的過程當中得到了很大的利益 那基於這些種種的這些利多因素 那你就要讓印度覺得他翅膀開始硬起來了 然後給了他幾分顏色他覺得他可以開展房了 那麼因此你就會發現印度開始有些議題上 對中國大陸就展開了一些挑釁的態度 就包含這一次我們看到的這些印度媒體 在評論這件事情 事實上印度洋上的很多小島國 或者小的國家都很害怕印度 因為印度是在印度洋裡頭對他們最有威脅的國家 所以呢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當然會去選擇跟其他的比較友善的大國 來交朋友 比如像中國大陸對他們沒有威脅 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印度這個自從跟美國 站上了同一輛戰車之後 他就染上了美國的惡邪 他就覺得他家周圍左右都是他家的了 反正都是他的勢力範圍 誰都不可以把手伸進來 那麼這就是現在我們所看到的印度的這個操作的模式 但是我要講的就是 國際政治跟國際社會上講的還是實力原則 你有多少實力就講多少話 你說印度藉由這一次有萬外包 他可以得到多少好處 這很難講 因為最近蘋果的代工廠紛紛都牽出了印度 因為印度的這個獲利能力太糟了 而且印度的這個員工的品質很糟 那麼印度現在不斷的在限制中國大陸的科技人才 進入印度 我看到最近一份報導 印度光是最近這幾年 就停發了 就不發 大概幾千個中國大陸的這個科技工程師 的簽證到印度來 所以這些東西都可以看得出來 印度在台面上跟台面下 不斷的採取各種小動作 但是我要強調的問題是 你有多少實力才能說多少話 不管是在經貿上 不管是在軍事上 不管是在政治上 好 在軍事的話題我們來看 中東區域的動盪還有紅海危機呢 給了印度一個理由 就是向西北印度洋來派遣大量的軍艦 而印度國防部也證實他們首艘國產的P17A 尼爾吉里級的這個巡防艦 尼爾吉里號最近也開始海誓了 所以從印度海軍種種擴軍的動作來看呢 他們現在把印度洋化作勢力範圍 其中在打什麼盧翼酸板 張君 當然這艘尼爾吉他們自製的軍艦 它是號稱逆中級 可是這個印度真的是一個很奇葩的國家 它造了一個逆中級的軍艦 可是它的這種快炮 或者是雷達系統是完全沒有逆中的 它經常只做一半 講到印度 當然它這個地理位置非常的好 剛好是在亞洲到東東地區來講 必須經過的印度洋 那它也希望把印度洋當作它的內海 但是你要當作內海你要有這個實力嘛 印度也積極在發展海軍 所以它不但它要自製這個軍艦 它之前它還自製了航空母艦 也自製了核子潛艦 所以你看這國家多厲害 可是它在自製航空母艦之前 因為它沒有辦法自製嘛 它就先跟這個蘇聯要 蘇聯那時候解體很窮 蘇聯說好我這艘做一半已經快完工了賣給你 只賣一塊錢美金 印度一聽高興得不得了 立刻跟它買 但是不曉得掉進一個大坑 蘇聯每天就跟它講 這個要再修 這個要再增進 總共到最後花了23億美金 才把這艘 這個叫做超日王號開回去 開回去印度三哥還是很高興 立刻四航 對不對 海市出去裡面 一跑出去八個鍋爐炸了七個 然後我拖回來 這是超日王號 那印度人不行 那我要自己製造 所以它製造這艘航母叫做什麼 叫維克蘭特號航母 它造了多久呢 造了這個23年 大家看一下它舉行下水典禮 大家看一下 你會不會覺得這艘航空母艦很奇怪 沒有尾巴 為什麼沒有尾巴 不是 因為它造了一半以後 那個船屋人家要用 所以你不能老是站在這邊 你還要等你其他裝備來 那你就先拖下來好了 我其他船要先造 所以造了一半 先把它拖下來 然後這個 等別的船造以後 它再上船屋再繼續造 好吧 你就繼續造吧 結果造了以後 就有一天 這個發生一場大爆炸 2018年的時候發生爆炸 你知道什麼爆炸嗎 便便爆炸 堆了兩百噸的大便沒有處理 結果你不要小看這個爆炸 炸死五個人 十一個人受傷 那弄到最後 好不容易完工了 因為是二十三年前設計 結果發現一件事情 他們自己也設計了艦載機 航空母艦當然要有艦載機 它艦載機就是光輝號 突然發現說艦載機上不了航空母艦 因為那個升降機 它是仿造蘇聯的 只能升降米格二十九 那光輝號太大了 翅膀抽不下 所以這時候馬克宏去賣給他 我幫你量身訂做 我這個翅膀可以折起來 震風戰機 好 那你說這個 航空母艦也就算了 它的這個 核子潛艦 他說我也要核子潛艦 第一艘他也沒辦法做 他就跟蘇聯租 租了以後 就租了這艘叫做什麼呢 租了這艘 遷迪號 他租的時間租完以後 結果過了兩年以後 他就還給蘇聯了 為什麼 因為他撞到碼頭了 結果碼頭撞壞了 就還給蘇聯 還給蘇聯 蘇聯發現不對啊 你不是光轉碼頭三哥 你連裡面氣缸都會搞爆了 然後還有更奇葩的 他自己製造的這個潛艦 叫做遷迪者 遷迪 後來是遷自己 為什麼發生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的這個導彈發射以後 發射兩枚 在碼頭邊發射兩枚 夢買碼頭 一枚打到自己 一枚打到碼頭 自己把自己的船炸成了 最後我再講一個 他的潛艦遷迪者 有一天下 有一天出港的時候 居然沉到海裡 為什麼呢 因為忘了關艙門 是 就直接沉下去了 所以說你以這種 樂觀開朗的個性來講 你認為他有可能稱霸印度洋嗎 所以我們期待他這張 尼爾吉來講的話 我們祝導他不要再出任何的笑話 不然的話會變成說是全世界 軍武民的開玩笑 開心的話題了 確實印度在這個國防自主上面 確實鬧過了蠻多的烏龍跟笑話的 所以大家也都在看他們這個新的尼爾吉里號呢 究竟會有怎麼樣的發展 不過我們說 他們包含印度在內的這個金鑽國家 他們現在想弄一個共同貨幣 就學歐元那一套 那也會是之後這個峰會舉辦的討論議題 不過印度這邊呢 他們真的有膽要做一個險奇的動作嗎 就是在金鑽國家交易中 要放棄美元 並且又要把中國排除在外 這等於是一次得罪了兩大勢力耶 這個險奇 印度在想什麼 當然現在我們關注的是中美對抗 可是我想很多趨勢的分析家 也都認為 印度跟中國的對抗 其實也是歷史性的 是有地理性的 還有民族性的這個東西 那麼在很多經濟體的對抗上來講 人口的這個稠密度來說 印度跟中國我想真的很難說他們最後能夠友好相親相愛 當然現在我們看到在整個去美元化的過程裡頭 金鑽國家在主導看能不能第一呢 是這樣子 我們叫去美元化除了各國的意願之外 它其實還有兩個非常艱難的程序 第二部分是跨國的這個跨境支付跟結算 這裡頭需要系統 有特別的這個系統 而且是各國跟各國之間的貨幣 第二個才會過渡到是不是要辦一個共同的新的貨幣 像歐元這樣子 那這個類似像歐元這樣的貨幣 跟每一個國家的貨幣的波動 它都要同時在結算 所以真的很艱難 但這裡頭就只有一個國家 就反對印度 印度反對有一個共同貨幣 所以其實呢 再起來到金鑽國家裡頭 因為以中國跟俄羅斯為主導的話 大家對我各國講 特別是在烏克蘭制裁之後 可是印度就是在裡頭 你可以講說做梗啊 或者是扯後腿 他也很綿綿表達 他不要共同貨幣 而且他已經提到說 他最近提出說 他強烈的希望由印尼的部分的Ruby 跟各國金鑽國家當中大家來結算 也就是說你看起來像是去美元化 因為他也要用自己跟國家結算 但是都知道印度的匯率的部分那個波動度之大 而且印度的央行操控 那麼過去他透過這樣子的匯率的部分 買了俄羅斯便宜的趁機搶到四天的油 然後又再賣給 轉手賣給歐盟 而且他的轉手很過分耶 是直接那個貨輪不到印度下載就直接運過去 大賺特段的上百億美元 所以這種印度很會做生意 一切都以自己的利盤算 是不是跟金鑽國家當中 大家共同有一個去美元化 對美國控制勢力的那種政治對抗性 印度對於美國的政治對抗性 很明顯的像剛剛前面大家所提到的部分 他的這種狡猾那種遊誼 其實一開始你覺得好像印度要走一條 蠻獨特的第三條路線在國際上 可是東看西看這兩年下來 你覺得這個東西真的很賊乎乎的 所以這個部分大家開始我也認為 有一點點看破手腳 包括中國大陸跟印度的關係 現在基本上形勢表面友好 但是因為實質 軍事 經濟或各方面來講 看得出來中國大陸現在對印度的部分很有保留 對 也沒有那麼要遷就印度的訴求 或者是說討好印度為了維持一個大局 我認為大家都在大國門都來修正 尤其中國跟印度之間實質關係